中国在过去的这些年 一直为发展中国家去鼓鱼呼 中国永远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过去的这些年 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大 那是跟中国的领衔密不可分的 中国的领衔发展中国家的 在世界上的角色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高举着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职责和使命 有的使命担当 作为发展中国家 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的使命担当 更重要的 中国还在坚持着真正的多边主义 去维护全球治理核心平台 联合国的它的权威的作用 这样就会使得发展中国家 越来越受到尊重 越来越受到重视 展现的这样的大国担当 我觉得对发展中国家来讲 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过去我们经常讲这样的一个例子 你看二战结束以后 到现在将近80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全世界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多了 很多殖民地 他们就寻求民主解放 国家独立 二战结束以后 到了现在 差不多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我们很遗憾的看到 绝大多数新独立的 民主解放的那些国家 都冷藍还是发展中国家 欠发达国家 说的更老百姓化一点 就是穷国 80年过去 绝大多数国家 冷藍还是穷国 中国呢 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穷国 前80年国家 1945年 我如果这个80年 分成上下半场的话 上半场 中国绝大多数时候 冷藍还是穷国 对吧 到了1978年 改开放以后 中国开始了逆袭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这个 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通过46年的改开放 一跃成为 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现在的人均GDP 1.3万美元左右 而且在许多 这个一线城市 我们已经体现出来了 发达国家 甚至比发达国家 更好的基础设施設 互联网 社会的治安 还有城市治理的 这种便捷程度 所以在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自己过去穷货 当然也要想念着 那些我们的难兄难弟 所以很明显看到 你看前几个星期 我们刚刚结束了 中非合作论坛 就是要拉着非洲国家 一起共同走向现代化 中国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像东南亚 南亚 中东 中亚 拉美国家 我们都拉到大家一块走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中国为了发展中国家 全世界共同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巨大贡献 当然我们可以聊好几个小时 比如说我们的扶贫贡献 比如说我们的清洁能源 比如说扫盲 比如说和平 这个贡献非常重要 全世界那些国家 你看美国不断 每三五年就发动一场战争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以为只有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 没有 全世界非常不和平 我说现在我们并不是处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我们是处在战争的年代 只不过是我们处在 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所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高举世界和平 共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旗帜 对于全世界来讲 我觉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讲 作用就更大了 因为只要不发展 只要发生战争 那些发展中国家 都是首担其冲的受害方 所以G20平台上 中国还要继续为发展中国家去发声 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去维护世界的和平 去促进共同发展